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佟大为 我在功勋中饰演的是孙家栋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您演的孙家栋这个角色 我这次很荣幸饰演了 我们的两代异星 异星的主持 研发的我们的院士孙家栋院士 孙老在设计异情当中 都面临着哪些困难 因为当时我们相当于 都没有石头过河 完全是自主研发 所以在当时的知识储备和 客观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 然后还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您当时知道 自己要演孙家栋这个角色时 心情是怎样的 我觉得第一反应是 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当时本来也有 其他的拍摄的任务 然后就跟我们这个事就错开了 就专心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 这次杨文君导演也是 他在剧组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慢慢拍 我们有问题 一定要让他精益求精 其实就是六级的戏 用了差不多正常的剧 二十级的时间 我们差不多两个月 完成了这六级的拍摄 读基本时印象最深刻的台词是 我们这段这个戏最早呢 一开始其实是有 国外的援助的专家 但是后来援助的专家离开之前 曾经跟我们说 就是跟孙家栋说 你骑着自行车也想上月球 但是最终这个孙家栋就是 凭着我们自己的科研人员的 这种不放弃严谨的科学态度 就是凭着自己能力 我们骑着自行车也登上了月球 对 回想拍戏阶段 您想到的第一件物品是什么 一直在我的写字台上放了一个 那个用钢丝编的那个自行车 就是因为那个人说过的 就是骑自行车上月球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角色 内心就是拿这个自行车来激励自己 拍戏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很多难忘的事情 我们去第一次去戈壁 在那个戈壁 真的那个天气的变化 是自己想象不到的 可能早上还是这个艳阳高照 然后接近中午的时候 就是风沙满天 这一天的感觉经历过了几个季节一样 当时大家都是顶着真实的风沙环境在拍摄吗 真实啊 刮在脸上 刮在帽子上 特别真实 睫毛上会落着那个沙子 这个是您拍戏以来 第一次在戈壁摊上的这种体验吗 第一次进戈壁 而且真的去了发射场 另外一个我在发射中心看到了那特别震撼的一个公墓 里边有内容真元帅 然后还有很多为了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这些科学家们 戏中有没有打断 对您来说是很难拍 不好把握的 最后一场戏 ending戏 一直没明明 没想好怎么演 导演给我给了我一个空间 然后让我大概完成的行为 是看到了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第二天看到这个报纸 就只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最终完成是什么样 我们都没特别想好 我一开始我也没想好 我说导演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那时候你好好感受一下 最终就是延续了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这件事 就是跟船帮带一直在科学上支持我的 我的一位前辈的一种高位 这次在剧中与孙力时隔18年后再次合作 感觉怎么样 很默契 我们俩见面 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 但是又回到片场还是感觉不一样的 除了在琢磨演戏的事 就更多的是在回忆青涩的年纪 余观音什么红粉十佳的合作的经历 感觉对方有没有什么变化 你们俩最大的变化就是 都很关注养生 然后分享各自的养生的方法 除孙力外跟哪位演员的合作 也让您印象深刻 刘亦军老师 对他这次演钱一森 这两个角色在戏中有一点像这个 最大的收获是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了解了我们的科学家的不容易 学到了他们这种严谨的态度 以及就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观众看到了 应该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各自的领域成为自己领域里的英雄 希望大家关注龚勋 喜欢龚勋 努力成为时代的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